2CH是一个日本的线商论坛 以它的开放、匿名还有多样性而闻名 但也因为匿名的特性 让这个论坛诞生了许多故事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在看报纸的习惯 吃早餐的时候 配一下早餐店准备的报纸 其实会有一种蛮惬意的感觉 而报纸的最后几页 通常都会刊登着各种真才广告 内容五花八门 看得让人眼花缭乱 也是寻找打工的一个管道 不过 或许有些广告 不是人类所刊登的 大家好 我是Eric 今天要分享的故事 就跟打工的招聘广告有关 是关于发布者在日本求知时 遭遇到非常邪门的一段经历 那么马上就让我们来看看 这则2CH上的怪谈 看到招聘广告的人 这件事大概发生在两年前 是当时的我想存钱去旅行 在找打工的时候 所发生的事 那时候是炎热的夏天 我满身大汗的 翻着求职杂志的书页 正在不停的打电话找工作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是吃了闭门羹 找不到工作 我从早上 一路找到了下午 因为不断的被拒绝 我难免有些心灰意冷 于是就随意的躺在榻榻米上 继续翻着求职杂志 嘴里碎碎念的叹息说 景气真差啊 不知道是不是偶然 我身边散落的其中一本求职杂志 它的书页被风吹开 快速的翻了一遍 就在这个时候 我偶然看到了书页中 写着某线的旅馆 正在征求打工人员的讯息 而那个地方 就这么刚好 是我心心念念 一直想去旅行的地方 条件是仅限夏季期间 时薪的话 和大部分工作比起来不算多 但包吃包住的条件 实在是非常具有吸引力 想到这段期间因为存钱 我除了吃泡面果腹之外 几乎没有吃过其他的东西 就算工作提供的是很便宜的料理 但至少也是料理人的手作食物 实在是让我很心动 于是我马上就打了电话过去 圈圈旅店您好 很高兴为您服务 啊不好意思 我正在寻找工作的机会 看到了你们的真人广告 请问目前还有在真人吗 好那请稍等一下哦 电话的另一端 似乎是个年轻的女性 她好像正在跟旅馆老板 一个声音低沉的男性 小声地交谈着 而我则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不知道什么时候 开始振作了起来 严肃地等待着 电话那头的应答 终于过了一下后 我感觉到有人拿起来听筒 你好 电话现在还人接听了 呃 你是说你想赢真是吗 啊是的 我在杂志上看到了你们的广告 希望务必能让我试试这份工作 哦原来如此 别这样说 我们才是万事拜托您了 那么请问你何时能上工呢 我随时都可以 是吗 那么就请你明天过来吧 请问贵心呢 必姓沈伟 沈伟先生吗 好的 那么请尽快过来哦 跟前面找了一下午的工作相比 对话的内容简直是太过顺利了 这次的运气 真的是太好了 接下来老板跟我交代了一些事项 其实我因为怕忘记 在一开始就把这次的通话内容 给录了下来 我在挂断电话后再重播了一次 一边听 一边把必须注意的事项 通通写在了笔记本上 像是因为打工有住宿的关系 所以去的时候 身上也必须带着各种证件 之类的注意事项 我再次看了一下那间旅馆的广告 虽然是黑白的 但上面登陆了旅馆的外观照片 是个看起来虽然小巧 但是被自然环境包围着的好地方 即使如此 我还是有种异样的感觉 我往窗户外面看去 黑暗的窗户像一面镜子 可以看到我的脸孔 但我的脸就像上了年纪 失去了生气一样 明明找到工作是该开心的事 我却不知道为什么 完全感觉不到一丝喜悦 而且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的情绪还陷入了极度低落的谷底 隔天 唤醒我的是剧烈的头痛 我发出了痛苦的声音 该不会是感冒了吧 我浑身无力地爬起来刷牙 没想到 牙齿竟然被刷出了血 我再看看镜子里的脸 心里又揪了一下 我的眼睛下面 挂着两团又黑又大的黑眼圈 脸色也一片惨白 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某个瞬间 我心里闪过了干脆把工作推掉的念头 但又想到昨天晚上 我已经把行李都准备好了 都这个时间点了才退缩 我不喜欢这样 就在这个时候 电话响了 早安 我这边是圈圈旅馆 请问是省伟先生吗 是的 我现在正准备出门了 我了解了 你身体没问题吗 不好意思 因为我刚刚才睡醒而已 请别太勉强自己 等到我们这里之后 先去泡一下饭店的温泉 也没关系哦 我没问题的 但还是谢谢你 没想到会接到那么亲切的电话关心 实在是很感谢 但就在挂断电话之后 接下来就有一阵恶寒袭来 明明我只是打开了家门 就感到了一阵头晕目眩 总之先到旅馆那里去吧 我心里这样想着 我踏着摇摇晃晃的步伐 往车站前进 摇晃的程度 连路人都会回头看我几眼 而且更糟的是 天空开始下雨了 我因为出门的时候没有带伞 也只能拎着雨 衣服全湿 客难地到达了车站 到了车站之后 紧接着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好想赶快到旅馆休息 我一边这样想着 浑身湿透地走进车站内 就在买车票的时候 我看到自己的手 顿时吓了一跳 我的手变得非常粗糙 虽然淋湿了 但皮肤还是裂开了 根本就跟老人一样 是得了什么很严重的病吗 如果能安全抵达旅馆的话 应该就没关系了 我一边想 一边扶着楼梯的扶手 开始缓慢地走上楼 中途还停下来休息了好几次 我终于艰苦地 坐到了月台的长椅上 大口 痛苦地喘着气 我咳了几声后 竟然喷出了几滴血 在自己的脚边 我拿出身上的手帕 擦了擦嘴 一脸盲人地望着月台想着 得快点 到旅馆去 终于 开往旅馆方向的电车 驶入了月台 接着打开了车门 我看着上下车的人 一边慢慢地站起来 忍着全身剧烈的疼痛 缓缓地走向车门 不过就在我的手 抓住车门处的扶手时 从车里面冒出了一个 脸色非常猙獰 简直可以用恶鬼 来形容他的一位欧巴桑 我被他给撞飞 直接摔倒在了月台上 然后欧巴桑摇摇晃晃地 再度扑了过来 接着我就跟他一边吵架 一边扭打了起来 说起来有点惭愧 但面对一个老太婆 我居然完全无力还手 不要 不要阻止我 我不能错过那班电车啊 为什么 为什么 欧巴桑跨坐在我的身上 两手捧着我的脸 把我压在地上问道 终于在骚动之中 账务员跑了过来 将我们从月台边架开 至于电车 则使离了车站 我浑身无力地摊坐在人群中 也没有力气站起来 过了一阵子 刚刚那个欧巴桑气喘吁吁的 一边对我说道 你刚才被牵引了 太危险了 说完这句话后 他就擅自离开了 然后我也和战务员交谈了一下后 就直接回家了 我走出车站 无可奈何地回家去 接着身体的状况就突然好转了 呼吸变得顺畅 我还照了一下镜子确认 看起来气色也很好 虽然觉得很不可思议 但我总归是回到了家里 在稍微休息之后 觉得寄予礼貌 果然还是打个电话 把工作辞退好了 于是我拨打了旅馆的电话 没想到 这次回答我的 是一阵毫无感情的声音 我挂掉电话 又重打了一次 听着冰冷的打录音 我感到一团混乱 怎么可能 明明早上这个电话才打给我 于是我想到了 我还可以查通话记录的录音 我操作手机 按下了昨天记录的重播 圈圈女店您好 很高兴为您服务 原本应该是年轻女性的声音才对 这次却听起来像一个低沉的男性 好 那请稍等一下哦 我想听清楚后面那里到底在说些什么 于是我再重播一次 并把音量调大 好 那请稍等一下哦 好 好 好冷 要 要 要 动 里面夹杂着小孩子的声音 而且背景的声音里 还听得见像是一大群人在呢喃的声音 我吓出了一声冷汗 马上逃离了电话旁边 就这样让电话录音继续的播放着 在我的记忆里 明明接下来是这些对话 但是 现在手机放出来的声音 却像是从地面下传出的老人说话声 电话录音到这里就切断了 因为太过惊吓的关系 我就那样移动也不动 站了一段时间 好不容易才冷静下来 接着 手机开始播放第二段的通话记录录音 是今天早上打过来的那通 录音里却只有我说话的声音 是的 我现在正准备出门了 不好意思 因为我刚刚才睡醒而已 我没问题的 但还是谢谢你 由于内容实在是太过惊吓 所以我吓到直接把手机给关机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伸手拿了那本球职杂志 一边颤抖 双手一页一页的翻找着 接着 我找到了那一页求职广告 原本应该是全彩印刷 很漂亮的求职杂志 就在翻到旅馆那一页的时候 变得皱巴巴的 而且书页里 还有一大块 一大块的色斑 书页边缘处 更有些像烧焦一样的痕迹 而且在那一页里 刊登了被烧毁的旅馆照片 也有一段报道记录在内 死者37名 一方是旅馆主人的教师 似乎是在料理的时候 引发了大火 而且那住宿的住客 因为逃生不及的关系 也遭到大火 吞噬烧死 这 这是什么 这不是真人歧视啊 我已经太过震惊 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然后一阵风吹来 杂志的书页 被风吹得不停翻动 我大脑一片空白 站在原地 移动也不动 外面的雨变小了 我瞬间被一片寂静包围 最后 我的手机 又再次响了起来 那么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看完之后我心想 车站出现的那个欧巴桑 真的是把发布者 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发布者遭遇的恐怖经历 也真的让人不寒而栗 但我想同样可怕的 应该是最近很常出现的 求职诈骗吧 朋友们也千万要注意 不要看到了前多事少的工作 就马上 被牵走了哦 如果你喜欢这次的故事 想看更多这类型的影片 别忘了按下喜欢按钮 并订阅夏水道先生的频道 我是Eric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